中文字幕志愿者 運作物 Sorry 對我來說話 玩牙齒 我藍牙齒 那在外面 你不需要太誇張 沒有嗎?可是那個,好龍兵的臉書會直播,還是我們可以把那個叫NGP全程錄起來? 好,那你可以幫我跟他講一下嗎? 等一下,那個那個,好龍兵啊,好龍兵,好龍兵的臉書會直播 好,謝謝,好美,我叫我們家一起去熟,夜台,夜台,你們家有什麼? 好,沒有,我叫我們家熟,那個,好龍兵有幾次,好龍兵 好, drinks,好龍兵,好龍兵,好龍兵 好龍兵,咦? 我記得,沒有,我們不好意思,你們待會還有 logo 才放到陸的和和,但是 但是他等一下居然一團陪大家圍牙也看得到的話 你就跟蹤他的市長嗎 目前好像有開導 他已經出去了 所以說我們 那你很安靜 你為什麼能不能跟蹤他人 他倒又起來 對啦我說摔下去那是他都沒拍到 要不然是他都看不到說什麼 他就說我們11點20分 然後他主管會不是一樣 他的動線環節還會搭的危險 然後問的話就不想講 那我們看這個動線鋒 好嗎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來得到我們要再來看看 要去幫他站得到 要去幫他站得到 超過的 好 謝謝 謝謝 這邊請他請你發表 要大亂找,你自己看看的時間,你會找得很快,應該不行 喂,怎麼了? 喂? 喂? 欸,怎麼了? 請前面不要衝你走 我讓你講,讓你講 拜拜 好上將對台灣的貢獻 尤其是在八三砲戰的時候 他的英勇來保護我們台灣基盤的安全 都是我們台灣人民一直改變在心的 從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到二三砲戰 從參謀總長到國防部長到行政院長 從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到二三砲戰 從參謀總長到國防部長到行政院長 在兩岸和平的對話 好先生一生 是一首捍衛中華民國的史詩 我們邀請中華民國前總統 馬英九先生來支持 阿多東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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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歸 謝 蕭前夫董事長 我羅刀 阿多東 72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是823炮戰 62周年 我們在此追思郎院長 對他一生全程參與抗戰 預選保衛台灣 推動國籍國造 展開六年國建 執行大陸政策 畢生為國奉獻 我們要致上最高的盡力 郝院長在1990年六月組閣的時候 我在行政院研考會 跟大陸工作日報服務 除了幫院長準備施政報告 跟打詢的資料 也陪他到各處去視察 在兩年九個月的追隨過程當中 對他謀國忠誠 處世民憾 印象極為深刻 院長任內的是 中華民國憲政改革 跟兩岸關係 變動最大的階段 例如 終止動員他們的時期 廢止離世條款 通過國家統一綱領 憲法徵修條文 第二人民關係條例 並且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 陸委會跟台積會 1990年9月20號 兩岸的紅十字會 在金門簽訂了金門協議 做所謂遣返刑事犯 刑事嫌疑犯跟托托克 在場的陳常文先生 當時就是我們 紅十字會的代表 1992年2月1號 李總統登輝先生主持 第八次國二統會 全體委員會議 親自財事通過 關於一個中國含義的決議文 好院長跟我當時都在吵 這個決議成為 當年11月 台積會跟陸委會 達成九二共識 是由傳真函達成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 當時院長說 我們反對兩個中國 一中一台跟台灣獨立 他認為兩岸應該和平競爭 他並且呼籲中共當局 尊重人權法治 實行民主政治 接受我方為對等的政治實體 共存國際社會 逐漸他不卑不亢 務實前瞻的兩岸主張 2005年 對不起 2015年的11月 我在新加坡 跟習近平先生碰面的時候 我就告訴他 當面告訴他 我們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不會講到兩個中國 一中一台跟台灣獨立 因為這是中華民國憲法 所不允許的 我的說法 跟郝院長的說法完全一致 每年春節 我都會到郝家去拜年 最常做的事情 就向他請教抗戰史 因為在22次大會戰當中 我的祖籍湖南就佔了7次 他為了抗戰去大陸非常多次 對於還原 蔣委員長領導抗戰的事實 可是說是不遺餘力 他到過訪問的時候 嚴正的駁斥 中共扭曲 他多次指出 八年抗戰是蔣委員長 一個人領導 沒有 第二個人 從來他也不否認 因為中共在正面作戰當中的 平行官戰役呢 跟敵鴻作戰的游擊戰當中 也對抗戰有貢獻 所以他的態度 我的感覺是呢 是非分明 理性公平 郝院長在有關抗戰方面的住宿等身 尤其是去年11月出版的 《還原全面抗戰真相》 幾乎是一本抗戰的小板科 對我而言真是撿到了寶物啊 愛不釋手 他在書中一針見血地批評 英國著名的二戰權威史家 李德哈特的名著《二次大戰史》 他認為完全沒有提到中國的抗戰貢獻 實在是非常不公平 尤其是1942年4月在仁安槍發生的 我們仁真軍擊退日軍33師團 拯救了7000人英軍 而這7000人呢 到了印度之後 整補啊 再投入了這個兩年後的這個 Empire戰役 這個殲滅日軍3萬多人 大敗日軍 兩年前我去看電影《敦赫爾克》 看完之後很有所感 我說這個仁安槍之意啊 就是亞洲的敦赫爾克 可惜我們歐洲的史家呢沒有重視 這個對歐洲對英國都非常重要的戰力 郝院長退休之後 買手寫作 他自我要求很嚴 每天要寫3000字 他保持對於抗戰歷史的執著 認真 勤奮 實在令我們晚輩啊 可以說非常感慨 2015年11月的下旬 菲律賓在仲裁案當中 說我們的太平島不是島嶼 只是一個岩礁 除了空氣跟水呢 都是近衡 為了澄清真相呢 我在2016年的安排各界中外人士 搭乘C13洞的運輸機 到1600公里外的太平島去參訪 在來回要六個小時 當時 郝院長名是98公里 他還是博以辛勞親自參加 因為他一身戎馬 大江南北 什麼地方都去過 就是沒有去過這個南海的小島 那當天晚上呢 我在台北賓館 以便餐呢 宴請專家的人 其他人類的仁牙馬牌 他還是這個精神絕獸 彈笑的風聲 在場人對他愛國齊民 養生有道 可以說都非常動容 郝院長新系 兩岸和平跟台灣的安全 他指出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以九二共識為基礎 民進黨也找不到文字協議 卻說九二共識不存在 這是媚於事實的狡辯 九二共識得來不易 攸關人民或福 值得大家珍惜 我們看到台灣海峽 最近情勢緊張升高 執政者為了政治利益 拋棄九二共識 破壞兩岸關係 不顧民眾安危 院長的這一番真知灼見 對照出自私政客的醜惡 剛才邵方兄講 郝院長精彩的醫生 猶如一篇捍衛中華民國的史詩 我完全贊成 1993年他在中山樓 國民法會當中海 反對台獨 中華民國萬歲 讓我們十分動容 難以忘懷 永遠的郝院長 中華民國有您真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馬英九前總統 精彩的支持 好不住先生一生無愧 我們常說 一個偉大的人物 養不作於天 養不客於天 福不作於人 好不住先生完全做到 他一生對國家有無數的貢獻 我們透過一段影片 來看看他對國家的貢獻 請觀察 楊晨昌昌 今次參加 何不曾將軍呢 一身勇馬 勇文勇武 尋加一向 什麼中國 近代史 很難以見的 一個今秋的人事 郝仙昌 好正是一生為國家奉獻了 他封攻為軍 他領導三軍是求真、求實、努力、創新這八個子 他是一個保國為民、保衛歷史的一個人物 不是單純的一個軍事的將軍 他在軍事上做了最好的聚位 他對於國家的大師、大師、大師 很充滿學習的他的豪然認識 他真的是一個徹徹底底的中央力 以前我們有很多人的問題 他還能力依然平易 他始終成為中央力 真的是不惡的將軍 每個人對他的體驗印象 他成為無 嚴硬甘直 都比你力 不夠嚴降 他就是能力依然平衡 他為了使他這個理想能夠惡行 他的手段就是公正、嚴明、情查、嚴格 那都是他工作 他一直強調我們做任何工作 要有先起計劃 要有一定的構想 要有這些手段 要求公共的落實 我可以用兩個話來代表 下了命令就追 做了工作就差 中央先生的好先生特別幸運 他當中央先生大了八年 他從中央發揮他的才華才能 民國七十年 郝博先生升任一級四姓上將 出任參謀所長 他在參謀所長任內 除了確立計劃預算制度之外 並且積極推動國防現代化 現在中央先生指示他國防自主 在六年之內 不僅僅進程 以後天空攻雄風飛彈 研發成為愛戀愛和英國號戰績 我們自己研發 自己生產 成軍服役 郝博先生奠定了中國人 今後發展最好的技巧 在半個世紀的東北中央中 他個人對挑戰從不逃避 對考驗總是徹底不符 那時候華天是在國防部參謀中的 那麼每一年我們都要正式地審查 中央政府做預算 華天對於他的業務非常的選手 這條理非常的分明 非常複雜的一個國家的軍事機密的預算 他掌握得非常的完整 唐國防守 我從心裡頭真的變了他的那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蔣經國史的實行 那個表現 民國77年1月 蔣經國總統不幸持續 郝博森先生當時率領三軍 蔣經任總統李登輝先生 宣誓效忠 還要三軍戒備嚴防中共亂臺 韓國人不知道這種行為所重要的 但豐富攘攘的南地奪權的是在過去 郝卓森的這一段 在國家關鍵的時刻 所做出的這種關鍵的行為 他對整個國家安定的作用 也會得到更多的肯定 民國79年6月1號 郝博森先生從李煥前院長的手中 接過了行政院長的重帶 郝博森先生可以說是我的長輩 那個時候他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他希望多跑幾次 多分民間接觸 他希望我在那個行政院當政委 陪了他做這方面的工作 在郝博森地下做事 他就是啊 蠻忙碌但是很愉快 好先生做事很愉快 母湖母堅得多了 但是他有擔當 他會鼓勵你做事的逗血 他只要我們稍微發香 不要騙你 萬一每一個時候都批評的時候 那時候他會替我們扛起 他是很有擔當的 很公共的 陶衍轉在院內 更大力地推动六年国家健全计划 取人民的生活品质得以提高 国家的经济恢复活力 在长远的政经的发展上面 它是非常果断 尤其关于东西向十二条的快速的道路 这是多少年来台湾老百姓希望的事情 今天的国务号道路 台湾北部在各个领域里面 都有非常重大影响的一条路 前后算起来十五年 这样有这样子的一个新政院长 我觉得是我们大家应该感觉到很幸运 家务院长说跟着八年抗战 坚持抗战到一 好 先生为什么要触犯战争 就像我们把八年抗战真实地经过 他说人可以创造历史 人不能改变历史 这是他一直创造的 drd techn 先生 use the 一生一生的习业标�� 他对国家的贡献仍仍找到了 但是 他的实事对我来讲 happened that 他的实事对我来讲是还是个意外 當晚我在悲痛之瑜 中秋節我擬了一副晚夜 來哀悼他 上夜是寫 吃醬肉香 和萬醬豪氣 下夜是領獣之國 和萬夜思心 非常清楚 在邪門外面 寫的幕後 也不能該任何人主導的行為 但是 努力的發展法 寫的部門不會 也不會放棄 他有一些班 會回到深處的政策 我殺死了 努力的土洪 發展法 入陣 曝光 共产的事情,抗战的事情。 第二,在我来讲, 昨天是抗战的问题, 好不容易胜利了, 我们要这样的事情, 完全无限。 因为过了四年, 到台湾来了, 我们都在去了。 对于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 情况下,很难在现在, 与一些事件很想象。 我们如果把抗战、 抗战、抗战、 与多年参与, 前一世的真相, 我觉得这一辈子, 不要说不要说, 亲爱。 好不容易先生晚年。 好不容易, 今天晚年受洗, 成为基督徒。 好的命兄告诉我, 带领他, 木道的人孝琪小姐, 曾经跟他讲说, 好伯伯, 你只要祷告, 耶稣就会应许, 你这一辈子, 最想跟耶稣要求的是什么。 大家知道, 郝伯伯伯怎么被打, 消灭台独。 他的二媳妇, 得奖无数的小提琴家, 中旭贤教授, 特别准备了三首诗歌, 奇异恩典, 我心灵得安宁, 因他活着, 要献给好不存先生, 至上无限的思念。 我们请中旭贤教授上台, 并邀请林金美教授, 担任钢琴伴奏。 另外,好不存的孙子, 也就是中旭贤教授的儿子, 好汉成, 演奏小号。 他的孙女, 也就是中旭贤教授的女儿, 好汉音, 演奏低音电子吉他。 我们一起来观察。 演奏小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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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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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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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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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院长 李宗盛 也祝福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当军人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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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